三十一號清晨台南國民路上 一輛轎車緩緩得退路 接著 彼此衝撞落地門 轎車是卯足了力 撞到了一旁的機車 連保險桿都掉了 好不在乎 甚至繼續到了第二次車 还有第三次 短短三十秒不到 轎轎撞爛了落地門后 从容离开 看看被攻击的建築 这是一间礼仪公司 清晨三点多灯光还亮着 在里面的员工吓坏报警 但是十一月一號 已經恢復了上班上課 但是被衝撞的里儀公司 鐵門拉下 地上還看得到水玻璃 當天被波及的機車 車燈壞了停在門口 附近鄰居不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是很可憐 是在風海揮起來 風海在這裡風帶頭 風也很老 分局已經主動爭敗 並且掌握犯錢 通知道案說明 十月三十一號全臺放颱風架 嫌犯雨中駕車撞里儀公司 警告一位濃厚 目前警方已經找到了犯案車輛 通知車主道案說明 是什麼動機 颱風天衝撞 還要進一步釐清 三天新聞網上 俊榮 台南報導